大家好, 我是Data 上期我們介紹了連城新天地, 星期三7月18日 有一個新地下街商場開張, 華強北市場migo 在開幕7月18日, 我已經去了彭影片 我發覺華強北市場migo比我想像中大好多, 美好多 華強北市場migo的位置, 其實在華強北步行街下面 步行街有好多觀景台, 有部份觀景台可以坐電梯到下面 華強北市場migo是全中國最長的地鐵商業街, 總長超過1公里 橫跨3個地鐵站, 分別是華強路, 華強北, 華新站 你可以在這3個站轉4條線的地鐵 當我們走到華新站的時候, 我們可以經過地鐵 穿到另一個地下街商場, 華新時場migo 這個商場亦都是華強北時場migo的姊妹狀 雖然是第一日開張, 但應該全部單位都租出 而絕大部份都是開業 因為華強北時場migo是一個地下街商場 所以它是一條直線, 它分了4個區 分別是A區的數碼科技, B區的快時尚, C區的新白貨, D區的原創品牌 其實這樣分區的意義都不是很大, 何況它本身的定義比較含糊 華強北時尚migo就是一條地下的步行街 這條步行街就是一直走到尾, 但如果這樣走的話就會非常公式化 走一走, 大家就沒有興趣 所以商場設計了5個中庭廣場 每個中庭廣場都好巨型, 可以給客人好不同的感覺 第一個廣場就是科技廣場 它的標誌性設計就是巨型沙樓 也是整個商場最美的設計 所以巨型沙樓會打頭震, 做一個先聲奪人的效果 令到客人有良好印象 第二個廣場就是綠色休閒廣場 大家見到它的設計其實很簡單 但亦都一眼大家看到一個環保的感覺 而且這個廣場會定期舉辦一些環保活動 第三個廣場就是水廣場 它有一個互動裝置, 客人可以因應它的力度 而控制到水波的大小和形狀 開始的時候, 小朋友好斯文 就在平台拍下拍下 後來好多小朋友上去, 跳來跳去 場面有點失控 水廣場還有另一個設計就是水景瀑布 這個瀑布好可愛 大家開始的時候不太知怎樣拍照, 覺得好奇怪 後來有人想到原來要隔著瀑布拍照 之後就越來越個人進去裡面拍照 大家越影越high, 之後還擺出好多好搞笑的Post 第四個廣場我們見到有幾個設計 全部都是由好多個螢幕組成, 相當有Cyber的感覺 它螢幕的影片就是介紹華強北市場VGO 共用廣場還有一個吉他舞台 設計得多有趣, 多有心機, 效果不錯 商場亦邀請歌手來表演 第五個廣場, 藝術廣場, 其實是一個展覽場 它第一個展覽就是介紹華強北發展史 我們講一講怎樣去華強北市場VGO 就有兩條路線, 第一條路線就是華強路站A出口 跟著隧道行, 就會去華強地鐵商場 商場內買很多手機零件 一直走到尾, 全程都可以有Cover 不怕風吹雨打, 但商場有不少人吃煙 出了商場之後, 我們轉右手邊 就會見到地下隧道, 那個環境不一般 之後再轉左手邊, 直走就會見到華強北市場VGO 因為商場星期三才開, 而我們趕著今天出片給大家 所以很多打卡位, 其他資料都會留到下一集再講 無論如何, 華強北市場VGO都是我見過最美的地下暴行街 商場本身就好值得去參觀一下 何況華強北還有九方商場暴行街夜景景點 我相信今個暑假深圳最大熱點就是華強北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是有用的話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留言及Share給朋友,多謝各位